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吴雨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讲座的主题是 保价金的强制执行 因为大法庭在去年的12月9号 他做出了一个108台抗大致897号的判决 終於算是統一了這個在實務上面一直以來有紛爭的一個議題 那今天的話就是幫大家詳細的介紹 因為這個議題的話其實當然大法庭有他的多數見解 做了一個統一的裁定 但是包含大法庭本身他自己都有協同意見跟不同意見 所以光是大法庭就有三個可能不一樣的見解了 那再包含其實政大人陳俊仁老師跟葉錫中老師 其實都有分別出具了他們的專家意見書 那兩位老師分別就是代表大陸法系跟英美法系 那他們都有從他們自己法系本身去跟我們很完整的分析這個問題 所以說今天很希望是可以在一個小時或者再多一點點的時間 就是跟大家完整的分析這個議題 畢竟這個其實去年政大就有考過類似的題目了 那接下來應該是在兩個禮拜左右就要法院所考試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個議題他再出現的機會還是蠻高的 所以如果大家在考前的話可能可以就透過這一堂課 然後就是稍微再熟悉一下這個議題 那希望就是在考試的時候可以幫助到大家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從他的案例開始講 今天的話呢就是賈跟乙他們是有一個這個債權債務的關係 好那今天賈欠錢不還 乙當然就會去找執行法院 好那今天執行法院呢 他就查查查查到賈跟丙保險公司之間有成立一個這個保險契約 那保險這一塊我就用藍色代表 他們今天這個保險契約 那今天執行法院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是不是能夠過來終止這個 代替直接去終止這個保險契約 那保險契約一終止之後呢 他就可以取得一筆保單價值準備金 那這筆錢呢就可以拿來償還就是賈對儀的這個債務 好那他的案例是其實不難啊 主要就是他的主要爭議就是在於說 你這個執行法院你到底今天能不能來做這件事情 到底能不能去終止這個保險契約 好那他的想法很簡單 如果如果今天這個執行法院可以做終止這件事情 那他一終止之後基於這個保險契約 賈對丙保險公司就會有一個保單價值準備金的返還請求權 那如果這個權利可以做為這個執行標的的話 那他們就可以順利的取得一筆保價金 那這筆錢就拿來償還給予 好所以等一下脈絡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爭議主要會落在第一件事情是 這個終止權 執行法院要去做終止這件事情 終止這件事情他的性質是什麼 第一個這個權利的性質 再來是如果能夠成功的終止 終止掉了之後契約所生的這個保價金返還請求權 他適不適合拿來做一個執行標的 好那當你這兩關都過了就可以最後取得一筆錢 這個是今天的脈絡 好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我們就要幫大家複習一下 到底保單價的準備金是哪裡來的 好那大家應該可以就簡單 這應該教科書上面都有的圖 那就幫大家複習一下就好 好理論上的一般來說我們是採自然保費 就白色這條線就說你收的保費啊會隨著你的年齡的增加 而上升所以比如說保一個受險 那所以我年齡增加我死亡風險應該是越高的 所以既然保險公司承擔的這個風險越高 那他相對於他說保費理論上也是高一點點的 好所以你們可以看到白色這條線喔他是自然保費的情況 但因為這樣子去收費第一個麻煩 再來是說當你老了還跟你收更多的錢 那有時候呢他隨著年紀的增加 他的資歷並不是也會跟著增加的 好所以通常食物上會採一個平准保費 就是你們看到黃色的 好那採平准保費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在一開始啊其實你在你保單成立的這個初期 你會呈現一個你繳的你實際繳的比你應該要繳的還要多一點點 好那就會出現這紅色這一小塊三角形 等於是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你玉角的一個保費 那這一塊呢就會形成保單的這個現金價值 那現金價值之後保險公司把它提存出來就變成一個保價金 好所以你的錢是來自於這一塊 OK好那如果以上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大法庭就開始討論一件事情喔 他就是說那你保單價值 剛剛我們紅色那一塊 他的歸屬歸屬於誰 那大法庭就給我們三個條文喔 第一個是保險法116條 再來是119條的第一項 然後120條的這個第一項 那這三條分別規定什麼 我的講義其實寫蠻清楚的喔 我幫大家把條文引進來 就是說116條邀寶人對於這個保價金 他有個請求返還的權利 那再來119跟120 他都邀寶人會有個直接權 簡單來說這一筆錢似乎是 邀寶人可以去做運用的 你要直接也好 你要請求返還也好 好所以說保單價值的歸屬呢 大法庭就在這裡認為說 他應該會是一個邀寶人的 而且邀寶人的什麼 他是一個財產權 好那財產權這個性質蠻重要的 好大家可以先留意一下 大法庭認為說 這是一個邀寶人的財產權 好那接下來 我們想要去取得這個 去終止這個保險契約 取得這個保價金 反還請求權 那大法庭蠻仔細的 他就先從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 這個受險契約 契約本身它的性質是什麼 好因為我們如果可以搞清楚 契約它本身的性質是什麼 那從這個契約所 產生的相關權利 那它的性質可能也會受到契約本身影響 好所以說 關於人受保險契約的這個性質是什麼 我們可以繼續來往下看 那這個是在講義第一頁的最下面 好人受保險契約它的性質是什麼 大法庭就做了一些分析 首先第一個是說 大法庭認為保險金它不會是一個 就單純只是被保險生命的一個替代品 你死了給你一筆錢 雖然看起來像這樣的沒錯 但它實際上不會是一個生命的替代 它就只是一筆 可能要拿來照顧遺族 它是一個單純的金錢給付 它既然只是單純的金錢給付的話 它的性質就會比較像財產 而不會產生這個所謂一生專屬性這件事情 好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第一點 它並不是生命的替代 它應該只是一個單純的金錢給付 那再來第二點啊 它又提到說 現在受險契約 它比較像是一個商業保險 它你去保一個人壽保險 你應該不會出於你是公益的目的吧 或者是說 其實我們也知道我們的保險類 其中的類型是所謂的社會保險 那受險契約也不是啊 所以就是說 你既然不是一個公益目的 而且你也不是一個社會保險 這兩個都不是的話 那是不是 就是這時候如果要保人在保險契約上面的地位 去做一個變動 就比較不會產生問題 好所以就會出現一個主課題 它其實是可分的一個情況 它要求就不會那麼嚴格 所以說大法庭就從以上這兩點推論 它就得到說 我們受險契約的這個性質 它其實就跟我們一般的財產契約是一樣的 它並沒有什麼比較特殊的 醫生專屬性啊等等的這個情況出現 好所以 它的結論是受險契約 基本上就是一般的財產契約 好OK 那推到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把這個受險契約的 性質講完了 好那我先把這邊擦掉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到比較關鍵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要去探討 這個中子權的性質是什麼 那還有我們那個保安價準備金這個反環境求權 我們可不可以拿它來做一個執行標的 好那我先擦一下黑板 好啊 嘗 bus 是 後下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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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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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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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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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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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看 观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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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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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會分成就是兩位老師的不同意見書 那我大概會分成兩塊去做 就是第一塊的話我們是爭點一到三 那因為兩位老師的意見書內容比如說不是完全一樣 比如說一到三的話就是葉老師自己有特別提出來的一些想法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後面的第四個爭點開始是 大法庭有先預先擬定一些整理希望兩位老師都可以回答的 所以就後面幾個我們會直接幫大家做葉老師跟陳老師兩個意見的放在一起去做比較 就是說因為他們兩個都會針對這些意見就是都有回答到 那這些的話是葉老師意見書才有的 所以我先把葉老師跳出來講 那兩個人都有寫到的我們等一下後面再講 好 那接下來第一個爭點的話就是說執行法院到底可不可以去合法這個執行命令 然後終止這個保險契約 那一樣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圖表去理解他就好了 那葉老師在這裡的話他會去區分說你今天邀寶人有沒有放棄一個處分權 你們可以看到講義第五頁的地方他今天有沒有放棄處分權 如果今天邀寶人他是有放棄處分權的話 這時候節約金的歸屬人就應該會是受益人了 因為邀寶人已經放棄他去變更受益人他對於這個權利 他就不能再去行這個權利了 所以說一旦他放棄的話節約金會落在受益人手上 這時候這筆錢就是受益人的財產 他不會是邀寶人的這個責任財產 當然就理論上不會成為那個執行的標的 所以葉老師在這裡就會認為說 那這時候應該不應該讓他去做中止的動作 好那相反的如果今天邀寶人還沒放棄這個權利 解約金的話還有可能是邀寶人的這個責任財產 這時候你去中止才會比較有實益 所以老師就去區分說邀寶人到底有沒有放棄 這個處分權去做一個區分喔 那其實如果你有比較仔細的話 其實應該會發現說在大法庭裁定本身 他多數一間其實他是沒有去區分邀寶人放棄與否的 那就是我有私底下去問葉老師 那葉老師是說這個問題 因為我開始問他說是不是大法庭忘記了還是怎麼樣 那就是說老師認為說其實這個只是大法庭暫時去擱置的一個問題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這個住腳第六位住腳三的地方 大法庭應該是暫時擱置啦 因為目前實務上的話不太會出現說邀寶人放棄的這個情況 對所以可能大法庭就直接先 直接因為反正這個不放棄是大宗嘛 那他就去處理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然後得出來就是說那可以中止的這個結論 所以上面這個藍色這一塊其實實務上是顯少發生 那大法庭就比較沒有再去區分說這兩個的差別 只是葉老師意見書裡面有 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尤其是你如果考的政大北大的話 遇到可能是葉老師出的題目 你就稍微可以區分一下 你一細緻化之後你的分數就比較高一點點 好 那接下來是說我們討論到那個保 保險法119條這個中止券 那中止券的性質是什麼 有一說是專屬說 那專屬說就是專屬於這個腰包人 那另外的話葉老師其實在這邊採的是這個非專屬說 那老師的理由應該一共有五點 那我這裡列了四點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剛剛有提到保險金它不是一個生命的替代品 所以不會就是它就是一個財產權而已啊 它應該不會出現一個什麼專屬性的問題 再第二點法律就是沒有告訴你 我們民法有一些規定是告訴你說 這個權力不得讓於基層嗎 那就是一身專屬性的民文規定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保險金到底有沒有 其實我們翻遍了我們台灣的法條根本就找不到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邀寶人的地位啊 根據他這個契約性質啊 其實邀寶人的地位 在契約上的地位 他是可以繼承也可以被讓餘的 所以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第四點 就是這個中止券 雖然他是屬於邀寶人的 他是屬於邀寶人的 但是屬於邀寶人不代表他就專屬於邀寶人 邀寶人可以行使啊 但是不是只有邀寶人可以行使啊 那不然這樣子就會出現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說 那是不是 如果你什麼權力 中止券啊 然後解除券這些情人券 如果全部都是一身專屬性的話 那麼民法2425 我們要怎麼去代位 因為243條就告訴你說 一身專屬性的話 不能去做代位嗎 那 如果全部都搞成專屬權的話 那是不是 242就等於被架空 我們的民法保全代位 就等於是沒有用了 老師也是提出這樣的質疑 那在第五點地方 因為抄不下 那不然大家就可以幫我看一下 就是應該第六頁的最上面 這也是比較偏 第七頁的最上面 應該比較偏執行法的東西 所以他有提到就是說 基本上啦 你這一個財產 他如果可以當作破產法 那個破產財團的話 比如說我們的破產法 消債條例 裡面都有提到這些東西 它是可以當作破產財團的 那理論上 這些東西就應該是 可以被強制執行的東西 因為破產法 消債條例 還有我們的強制執行法 他都有強制執行的這個性質嘛 而且他在執行課題上 就你要去執行的那個東西 他性質本質上是一樣的 這三個法律 他搞出來的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像破產法 你在破產法裡面 可以變成破產財團的東西 你拿過來強制執行法 他應該就是要一個 可以被強制執行的責任財產 好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處理這個地方 或者說得構成破產財團的財產 就是可以強制執行的責任財產 好所以老師 基本上都提出了這五點 然後告訴你說對 這個宗旨權他當然是屬於妖寶人的 但是不代表這個就專屬於他 他是一個就非專屬性的性質 所以老師在這邊採取的是一個非專屬說 好那接下來 我來處理葉老師講的這個 第三個真點 所以我們請去處理一下 一邊の女生 我可以拿來處理一下 一個人的妖怪 所以我們請來處理一下 我們請來處理一下 那個先的人 感谢观看 好那第三个真理就是说执行法院它到底可不可以本于一个执行机关的地位 去终止掉这个保险契約 那叶老师的话他采取的是一个肯定的见解先帮大家写在这里 叶老师才肯定说那理由在这里一共有大概四点 那第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说 在你这个标的已经被扣押之后执行法院就会取得 这个处分权 所以既然有处分权的话那它本于一个执行机关的地位来执行 这件事情就比较不会出现问题 那再来的话后面三个你其实可以一起看 第一个是老师有找到我们食物的先例 就说我们食物其实过去也是肯定这件事情的 那再来是他从比较法上去引用 就是日本德国大陆法系的国家 他们其实也肯定执行机关执行法院本于执行机关的地位来终止保险契约 那最后就是说我们早期有一个主管机关的这个函事的样子 好然后主管机关就也认为说保险契约 本来就是可供执行的这个财产标的 所以叶老师就本于这四点然后给出了我们一个肯定的这个结论 好那以上的话是叶老师比较自己有提出来的想法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大法庭预先设定好的这些法律争议 然后把两位老师的这个意见去做一个比较 那我先把黑板擦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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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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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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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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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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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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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看看看 观看看看看 對於這個保安價值準備金到底可不可以強行執行的一個完整的說明 那就是你們就大概是兩個禮拜就要考試了 然後我覺得就是這個議題非常熱門 所以考前的話這個大概一個多小時的影片希望你有機會看完 那如果沒有看完的話呢其實我的講義大概15頁左右 他原先的資料兩位老師的鑑定意見書包含大法庭財丁加起來大概快100頁 所以大家幫大家大概濃縮成就是原本的八頁換成現在這邊講義的一頁 所以你原本一個小時才看得完的東西現在應該不用10分鐘其實你就看得完了 好所以至少大家可以盡量標題式的就是把這個講義看完應該會對你的考試比較有幫助 那關於作答的方法其實多數一件大法庭多數一件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會去做宅要嘛那都宅到多數一件而已其實多數一件大家都會寫 那你要怎麼在一樣的題目其實大家也知道都可能會出這題目 大家都會去準備那你要怎麼在這個題目贏別人 就說除了多數一件之外你還可以知道什麼樣的見解 比如說你可以醫美法跟德國法去做一個並程的動作 那你的考卷就會顯得非常全面 那再來是其實老師的問題也會變啊 今天原先最原始的案例是問說這個債權人能不能請執行法院去終止保險契約 對如果他先一遍咧他問你說這裡不是終止他這裡改成可不可以去做保單職界 那你要怎麼討論你可能就要從陳法官的寫同意見書 然後討論到其實兩位老師都有對保單職界做出一點看法 對所以你就他的題目可能會變不再只是問你終止了 而是問你有沒有其他執行方法那這執行方法可不可以 然後包含到剛剛的109年那個裁定到底陳述意見什麼樣叫做陳述意見 其實這些都是考點喔那一題二三十分的保險法題目 我覺得考這個其實並不過分啦 那就是大家可以再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除了題目之外就是考試前大概最後兩個禮拜 其實去年這時候我也在考試啊然後就是過年也沒有回家嘛 就一個人在台北這樣租屋處這樣很可憐 好然後就是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你這兩個禮拜你就是穩定你的 情緒還有作息就最後兩個禮拜其實是最多人會放棄的啦 那其實你們都走到這裡了就是還是要提我知道很辛苦 但是就是還是聽啊你們就是不要放棄因為你們已經努力了很多 然後都要對自己有自信一點其實你身邊的人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強 那你一走進考場之後你就覺得你是最強的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就有信心然後作息要穩定畢竟考試都很早嘛 那如果能早睡你就盡量早睡早起那接下來就是飲食你這兩個禮拜你也要就是吃一些 試試看你吃什麼會拉肚子什麼不會 然後去考試當天就吃那些東西就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情緒啦一定會緊張一定會緊張 但是你就是做好你每天該做的事情你先幫自己安排好進度 每天早上就少練一下題目啊然後晚上去做一點點檢討那必要的休閒 比如說看看YouTube還是幹嘛都還是需要的 所以就是維持你整個生活作息 那我相信就是大家在2月份的這個考試應該會沒有問題嗎 其實你有考東五我記得東五是228才考嘛 那你就要從應該是2月2號的政大然後考到2月28東五是漫長的一個月 那沒關係就是相信大家還是會有一個很好的結果這樣 就是你們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到 然後大概是這樣那最後的話就是我們等一下應該會放就是我有一個粉專 然後就是最後應該附在那個留言區或是鐵文的裡面 那大家可以稍微追蹤一下那這個粉專的話主要就是希望 因為在考試前這兩個禮拜可能還是我有一些新的議題或老師們新的文章 那如果我基本上有空的話就一定會幫大家盡量去做整理 尤其在考前就希望搞不好你考前就是搭車的時候就看到 等一下就考出來這樣子所以會盡量的幫大家做整理 那以後一樣也會就是文章啊時事啊或者一些考試準備考試的技巧 其實都會放在我的粉專裡面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幫我追蹤一下 然後當然包含你對今天的課程有問題或是以後有什麼特別想要問的問題 都可以直接私訊粉專我都會盡快回覆這樣子 好那如果以上沒有問題那今天就謝謝大家 那我們的課就到這裡好那大家就祝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金榜提名感謝 前面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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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呢 呢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